北京走向國際化 歷史文物成為犧牲品 威尼斯建築展 展現未來世界的建築路向 歡迎各位收看《時時追擊》 我是何首信 說起北京建成已經有三千年 一直以歷史名城建清 但為了迎接六年後的北京奧運 以為配合中國加入世貿 北京必須全面走向國際化 這幾年間北京市的面貌 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在種種的拆卸興建之中 很多見證歷史的建築物 就不經意堅堵倒下 回頭已經是後悔莫及 很多文物保護專家都慨嘆奈何 北京要走向國際化 究竟還要付出多少代價呢 我希望全國人民 一定要把二十四萬年的歡迎會 辦成功 好 好 一角又一角的拆折 一間由一間的四合院塌了 胡同煙末為的是配合北京的舊城改造 迎接2008年奧運會的來臨 北京的歷史遺產也要作出犧牲 胡同是這個祖城北京古城很重要的一個框架 這個胡同你都沒了 但你這個古城就走了 走入北京的舊城區 到處可以見到這些具有中國特色 令青年代的四合院建築被移為平地 而由四合院之間相互形成 是京城建築特有的階項 也就是北京人所說的胡同 也面臨大規模的拆除 據統計 北京的胡同已經由幾年前的三千多條 測證到現在的九百幾條 現在咱們看到這些房子都比較破舊了 就是歷史時間比較長了 這個地方地震以後又倒了一些房子 所以又蓋了一些 臨時蓋了一些 就是叫微舊房 但是當時也叫微舊房改造 所以這片是準備要開發的 準備要改造的 這個四合二區吧 好像這個位於東城區的三萬蔣胡同 建於明代 建築物大多已經破破爛爛 居民都很想有改變 胡淑媛搬入這條胡同二十幾年 這間屋是自己起的 他說這裏除了沒有獨立廁所 冬天又沒有暖爐 要靠燒這些煤炭取暖又容易中毒 而下雨的時候 整個胡同還會水浸 不過雖然環境這麼差 但是居民一聽到有關當局已經下令 清拆這一區舊樓時 並沒有特別高興 因為他們說 政府現在以五千元一平方米 賠錢給他們另外買新的樓 這個做法根本不可行 我拿七百多元退休費 還不算太少的 要比你下崗還稍微強一點 可是你要真讓我買房絕對買不起 要拆舊樓 起新樓 就要遊說三十幾萬戶 好像胡淑媛那樣的居民搬遷 北京舊城的大規模拆射行動 其實大概在兩年前已經開始 去年北京新澳成功 就進一步加速了拆射的速度 但是距離北京主辦奧運會 就只剩下不到六年 由於時間緊迫 市政府還要翻身 相當於三千幾個香港大球場 這麼大的城區 方法就只能夠用 整片整區這樣拆 區內珍貴的歷史古蹟 也都難免要面對 最不可逆轉的破壞 你不能亂猜 不能隨便就猜 一大片一大片就猜 就是經過詳細調查研究 把需要保護留下來 完了 那這件事是最危險的 現在可能這個工作 還沒有完全做生做偷 所以有些地方出現了一些 還可以保護的 沒有保護的 在早年的開發 在八十年代末期來講 開始將現代化的概念 開始注入北京城市 但是剛剛開始的時候 可能很多的行為 對於舊有的 古代的建築物來講 他們的叫做保護來講 相對來講 他的概念會比較少一些 劉志忠是香港人 六年前看準了 北京的房地產發展 上來做物業代理 他負責的區域屬於東城區 正如火如荼地做危改工程 他說近這兩年 被清拆的古蹟多不勝數 就好像他帶我們看的這個建築地盤 正在建商業樓宇 但是其實在兩年前 這裡還是一座屬於 明代典型的四合院 這座四合院的佈局 和這種罕見的象眼磚雕 在北京 甚至整個中國已經不再多見 古蹟保護專家鄭孝舌 當年也曾經兩次聯名致陷有軍部門 呼籲要把它保下來 但是最後還是失敗 管文物部門呢 是想把它準的 候選的 或者是候選的 文物保護單位 但是 我們那個房地產開發是 那個時間很緊迫 都不等你的 所以這些也在拆 我們這個 給他身份量發得晚了 身份量是護身符 法律上你說 你說我拆的 我沒拆 你沒訂 你沒訂是你的事情 其實早在五十年代 就有古蹟保護專家向政府建議 北京城鑑新舊區要分開發展 但是建議並沒有被接納 結果到了八十年代中期 混亂無序的商業開發 使得近輪故宮的舊城核心區裏面 也就是王府井一帶 相繼出現了一批又一批的高層建築 破壞了北京城傳統的天際線 和城市景觀 而在這麼多的建築物當中 就以香港地產商起的東方廣場 惹來最大的爭議 這個慈禾院的活動 拆了很多 大片拆了 一個保護區都拆了 雖然在九十年代初北京提出了總體規劃 叫做對古城的保護有了基本原則 例如保護區不能夠建高樓大俠 樓宇的高度也都有所限制 但是到了真正落實 由於缺乏法律的約束力 很難起到真正的作用 它能夠利用它的權利 或者它的金錢 或者它的關係 它能夠突破你這個規定 反正這種事有 那麼規劃批准它只是一個規劃 規劃是必須要求執行的 但是我們還要更加加強法制建設 所以說規劃加上法規和各種規定 就會對整個以後規劃建設也好 起到一個非常強硬的 強有力的指導作用 一直以來 北京城的規劃是以故宮為核心 由一條向北向南延伸的中軸線 在這條長7.8公里的中軸線上 壓立住的建築物 從中樓、古樓、故宮到天安門 在空間和風格上都有著嚴格的要求 衛格是保持王者的氣派 這個中軸線好像人類的一個中樞神經一樣 中樞神經一樣 它在這個北京城起托這麼一個總的 這麼一個佈局 也就是這個佈局實質上就是體現一個精神 就是帝王為我獨尊的這麼一個精神 今年7月份公佈 這個確定為2008年奧運會場館建設基地 正正將會在這條中軸線的北面興建 規劃中會有這條長2.3公里的千年報道 以山和水族為背景 而體育設施就會分佈在兩邊 原意是要和古城的建築互相呼應 突顯回北京城的王者氣派 但是學者就認為原有的氣派早已經被破壞 你皇城現在多高 你旁邊的樓多高 早就高過你了 從那個… 就是建築這個富裏堂皇的程度 它也比你的皇城也要厲害得多 在新澳期間 市政府一直著力提唱要搞好環保 科技和人民這三個範疇 其中搞所謂的人民奧運 就是要宣揚和突出中國文化 北京市政府除了在接下來五年 將會撥款6億元進行文物維修 在去年更加完成了25片 歷史文化保護區的保護規劃 9月中更加公佈多15片 規定在這些保護區內 危改工程將會以保存估值作為大前提 只是進行修緝 而不再是大規模地拆除重建 不過對於保護區外的個別估值 又怎樣保留 就沒有解決的方案 怎麼樣在危改裡頭 最大限度能夠保住這些基礎也好 就是好的四合院也好 這是一個滿大的課題 那麼現在等於政府的相關部門 也制定了好多這種相關的規定 比如說我們希望能夠在 危改的項目之前 能夠對這片地區的文化和歷史價值 做一個比較全面的評估 新的政策能不能夠有效保護文物 有待驗證 但是舊的做法又不可以叫它停 好像這一條位於保護區外的 方家園胡同建於清朝 現時除了保留這一座 早在80年代已經列為文物單位 持稀太后未出價前居住的貴公府外 其餘的建築物是不是都具有相同的價值 現在在未做評估之前 發展商就已經急著全部清拆 這是一個矛盾 就是從政府的角度 考慮要為老百姓 改善居住條件 要改善城市的面貌 但是和舊城保護有時候就產生一些矛盾 這個矛盾究竟怎麼處理更好 恐怕到現在也沒有完全解決好 近這兩年民間保護北京古蹟搶救古風的聲音大了 但是同一時間北京的建築界又說 京城的樓房建設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時代 必須尋找突破 下一節我們會去到意大利威尼斯 看看新一代的中國建築 如何走向世界 這裡是意大利的水城威尼斯 和北京一樣是歷史名城 以保護古物古蹟文明 城馬可廣場上面的建築物 最古老甲都有過千年歷史 古蹟旅遊成為了威尼斯的生存命脈 意大利政府為了保存這裡的古蹟 更加禁止汽車在舊區行走 就像威尼斯的宅街小巷 未必有驚天動地的歷史背景 但就保留得井井有條 像它整個的街道都比較窄 就是很驚人尺度 給人一些親切感 我看到這些街道的話想起北京的胡同 像北京的胡同 也是你在胡同裡面生活 在胡同裡走的時候 都有好多親切感 北京的地產開發商潘石鵝 走在這些威尼斯的宅街小巷上 感受特別深 你看過去的一塊東西它就保留著 特別有意思 這是新的 它留著 北京的胡同 我該拆的也拆了 就是井有的我們也很好的去保護它 拆掉的就拆掉了 後悔也來不及了 潘石鵝這次來威尼斯 是要參加國際性的威尼斯建築商年展 看看其他國家建築 和城市規劃經驗 像這種國際的展覽的話 中國人很少來參加 所以還是一個比較封閉的 我想這個意義就是 只要跨著出來的話 我們就可以跟大家一個 提供一些機會吧 讓我們北京的發展上有一些見識 這個要建好房子 有建設是很關鍵的 而它的公司這次參展的項目 是興建在水關長城附近 一組十二間的度假屋 由十二位亞洲青年建築師設計 開發商方面並沒有給任何限制 任由設計師自由發揮 他們在這次威尼斯雙年展中 還獲得建築藝術推動大獎 這個也是中國的第一次 舉獎最終是頒給中國的一個榮譽 是我們中國建築第一次走上世界舞台 不過有份參與這個項目的北京建築師就認為 這次得獎不代表他們建築的成就高 這算成就不是很高 實際上這次得獎是得到業主獎 所以嚴格意義上來說 就是開發商得獎 不是建築師得獎 這個不太一樣的 當然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 對中國建築 實際上也可以說對世界建築 因為鼓勵業主也好鼓勵開發商支持建築 位於水關長城附近 沿著這條山路 十二間來自不同國家設計的度假屋 就在這裏興建 我們來這兒是為了商 不是為了住在這兒 這個別墅就是擋著這兩個牆 沒有別的結構 這個結構就是兩個牆 所以用這個 用這個辦法 我讓這個商進去 在這個別墅裡邊 第三個呢從別墅裡邊 我可以享受這個商 因為我有三百六十度的景觀 這間只有兩棟長的度假屋 設計師Antonio乾脆叫他做圓臂閘 特色是人和自然可以互相融合 而由他這間屋的天台 還可以清楚見到 整組系列的其餘作品 好像左手邊這間是內地建築師 吹海設計的漢與避漢 而右邊這間竹屋 就是日本建築大師 葳言吳的設計 Antonio認為 發展相比建築師很高的自由度 對他們的設計沒有任何要求 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突破 這是不平衡的 作為建築師 是很容易 作為商業 是很容易 作為一個建築師 作為12家 但是作為12建築師 每個建築師都在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語言 你都必須翻譯 這很難 所以你必須有勇氣 把這個建築 推動到最後 Antonio是來自委內瑞拉的建築師 他早在93年就已經來到北京發展 對於現時北京整個城市規劃 他只有一句說話 就是毫無風格可言 做的這個楼都是這樣很亂 paintings 都沒有一個計畫 沒有一個計畫 沒有一個 cela 做的這個樓 沒有一個 一個 別的 不要 就是 여러需要 过去几十年中国一直奉行计划经济 兴建的房屋无论在外形和规格都千篇一律 而在两年前北京还是实行福利分房 一直到二千年的四月才开放房地产市场 从那段时间起 发展商也开始主宰整个北京城市的规划 两年间从旧城到新开发价中央商务区 都兴建了很多新楼宇 这个除了跟世贸、奥运后应有关 政府取消福利分房政策 将个人购买力释放到房地产市场 也是主要原因 潘舍压是其中有份参与投资的发展商 他认为现时北京的建筑正处于关键时刻 大家要很小心为北京定位 我觉得北京应该是北京 不应该是巴黎 也不应该是香港 因为北京它整个的气候 地形 包括这样一个时代 出现的一些新的材料 新的技术 新的设备 跟香港当年的建设就会不一样 就跟当年巴黎的建设也会不一样 北京的建筑应该要怎么行 还没有明确的方向 位于中央商务区的这栋大楼 是潘舍压四年前构思兴建的 特色是商业和住家兼容 即是所谓SOHO 住家办公室的概念 亦都是这里的卖点 但是建好了两年 这里八成的商户 都只是在这里办公 四年前的时候 我们的压力是很大的 就是好多人不能够接受 就是我们平时的房子是这样的 你为什么要做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房子 对我们批判的声音还是比较多的 当然过了四五年时间 我觉得就习以为常了 大家觉得今天做的东西 就应该跟昨天做的东西不一样 这样的话才有一个进步 大胆创新的建筑物 在北京还不是很多 潘舍压在甘肃的农业家庭成长 经历过穷到没饭食的日子 他形容现在富起来的北京人 对于住房的要求已经很不同 我觉得在一个长期的贫困 和物质贫乏的这种 压一下 就是刚富起来 刚有钱了 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所以这我想 这可能就是第三种生活状态 第三种状态 就是有一些物质的追求 除了关心自己身体上面 吃饱饭了 穿好衣服了 住好房子了 还应该关心这个社会 关心这个环境 就是 这我想就是达到一种人和自然 人和环境之间的和谐 为了迎合北京人的新品味 有人发展新概念社区 也有发展商搞怀旧 翻建传统的四合院 像这间四合院 这些雕花的影壁和雅面 房间上面的彩画 全部都是按照传统 明清时期的设计来做 但是里面的生活设施 就完全现代化 马炳均是这间四合院的建筑师 现在这个是采暖的暖气 这是新四个月才有的 过去的老四合院没有这些东西 是吧 这就是咱们生活当中必须有的 另外还有里面的卫生间 是吧 过去四合院的室内没有卫生间 那人们上厕所就是 不管天多冷 冬天零下十几度嘛 也得去跑到街道上去 胡同里面去上厕所 很不方便 虽然兴建这样的四合院 合乎了城市规划中的原则 保留传统价北京风味 但是由于造价一般比平房高 一间售价起码要成几百万 市场仍然不大 当然这是一个矛盾 现在城市的改造 要依靠一些开发商来投资 政府不可能拿出那么多钱 来进行大规模的城市改造 但是投资商有一个利益问题 他要从中取得经济利益 要求有融资率要高 要符合他的要求 这本身是矛盾的 随着经济发展 新澳成功 北京城的面貌继续改变 北京人的生活 也都起了变化 下一次回来再讲 过去他有北京人很高的安全感 他觉得他自己的这个 有种优势 有一种别人没有的优势 现在呢 现在在这一个公司当中 除了北京人以外 还有外地人 他们和他们是平起平坐 他们在工作上 北京人并没有天然的优势 现在 那么这一点就是一个变化 这几年中国经济急速发展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北京由成功申办奥运 在北京土生土长的阿波说 这种种的变化 都令北京人开始反思 可能是机会多了 选择多了 我觉得北京人比任何其他城市人 有充足的选择 有更多的选择 北京人的 北京的变化 在这儿是明白 如果稍微有一点 awareness 有那种意识的人 都能看见那种变化 而且呢 你要不变的话 你会发现周围的人 北京人也在迅速地在变 那么 那么 不得不逼着人去想一想 我有没有机会啊 我的目标是什么啊 我今天在哪里啊 阿波原本是安安定定 在一间中学里教英文的 但是近几年 眼见学生毕业之后 比自己更有发展 伤筹也超越了自己 他觉得不甘心 开始重新部署 他就看准了北京走向国际法 学英文的需求大增 于是决定放弃教职 出来开公司做老板 除了开发销售教学产品 还帮企业培训管理人材 从自己的一次次的变化当中 你越来越体会到 就是 你如何在这个变化当中 把握住你自己的选择 把握住你自己的目标 然后去跟着这个变化而变化 不少北京人都说 自己过往有天子脚下歌跪的感觉 不愿意投身服务行业的性格 但是这几年已经明显有了转变 这就是和这个现代化有关 因为现代化 它这个 你那样你不适应 你那样你挣不到钱 你夸夸其谈 北京人能说啊 北京精油子喂嘴子嘛 北京人能说 你说了半天 你钱哪来 所以南方人就笑话北京人 你北京人就是会砍 砍大山脚 你们那很穷啊 确实 所以这个方面就随着这个变化了 这个北京人素质上 就适应那个市场经济吧 他这个脑袋里头这种东西更多了 就我怎么能想他多挣点钱啊 这种考虑就比他原来那个单单是 但当时吹牛什么说这说那个 这是一个进步 Welcome to Ch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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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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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了一些基本用语 你自己的用语成是怎么样 我们一点不会 这里是海淀区商鱼树街内的一个社区 每到星期日 街坊都会聚集在这里学英文 挺难的 也挺难的 听着老听人家说 但是还是不懂 理想堂的 但多数是连26个英文字母 都没学过的公公婆婆 蔡玉英是最积极想改变自己的人 每次有堂她都会来 怎么说呢 在我们的北京开奥运会 我们英语不会太惨备了 是不是 因为我们代表北京人 所以我们叫基本英语的会 就为他们服务 所以起码就问路啊 招待啊 见面打招呼 最后拜拜再见 都起码得懂啊 你帮忙怎么帮忙 但你不会说英语没法帮忙 对不对 为了增进和国际的交流 推动所谓的人民奥运 现在北京几乎所有的社区 都在推动着学英文 钱光光是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的学生 他就负责这一类基层的教育 在这些教育中嘛 仅仅说两句英语 我觉得还是很不够的 社区还要全面的来教育 因为作为一个城市来说 居民是它最基本的一个单元 居民的数字能反映这个整个城市的数字 那么在新北京新奥运这个口号提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深刻地意识到 家乡居民教育是多么重要 而为了配合08年的北京奥运 市政府还决定着力扩阔 北京市民的国际观 甚至要改变他们的一些习惯 比如说要热诚地打招呼 所以有的时候北京人很不在乎 还有的时候打招呼是由北京人很独特的 知己等种方式 什么吃了没有 就随便很随便 这是一种习惯性的 也有一些是属于确实不太好的 比如说随地土坛乱扔垃圾 有的时候不遵守 在公共场合不太遵守秩序 这个比较随意 像这些东西 我们觉得都应该从最小的小时做起 现在的北京 在街道又或者在地铁里面 到处都看到这些口号 要市民注意个人修养 为期六年的全民运动正式开始 不管北京人是否愿意 似乎都不能够置身事外了 有的人是主动的在变 有的人是被迫的在变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个变革是变革的大潮 是带着所有的人往前走的 看完北京城面貌的最新变化 在今晚节目的最后一个环节 我们会再看看 今届威尼斯建筑商年展 今届商年展的主题是未来 北京城在奥运效应之下 就大兴土木 全速地迎接未来 但是各个建筑师 对未来的城市又有什么展望呢 中国人从中又得到什么启发呢 今天的威尼斯 体现了未来城市的一些理想 威尼斯这个城市 跟北京有好多不一样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说它没汽车 我觉得对一个现代城市 没有汽车 人都可以在路上自由地行走 感觉不到汽车对它的威胁 这个特别好 实际上我们现在好多城市 是因为整个交通的拥挤 汽车的噪音 和汽车对人的安全 把人和建筑 人和城市之间的和谐感 都破坏了 在威尼斯建筑 双连展的意大利国家馆里面 建筑师勾画出它们对未来城市 都会发展的憧憬 无烟的城市 交通全面铁路法 交通全面铁路法 这座展馆叫做工厂 有七百年历史 名副其实它以前是做过货冲和工厂的 意大利人珍惜古建筑 经过多次的维修 这栋工厂 现在就用作展览各国建筑师 新世几架房屋设计 在中国的得奖项目 长城下的工厂里面 香港的建筑师也有份参与 他们要思考的 是一些在香港很少要考虑的问题 长城这个地方很有历史感 而且那个地方是很荒野 就是untouched 没有受过人的污染 在那里建房子 你一定要不要破坏它 你一定要有些污染的了 就是有些人以为的东西 加在它这个无可避免 但是呢 你怎样可以依然 它有那种很荒山 很野性的 就是长城很野外 就是塞外 那种这样的气度在那里 同时是 不只是我一个 同时是十几个人在一起 那是一个很大的专专 我可以画的 木头也可以乱的 如果过了几十年 这个房子不需要在那里了 可以对这块土地 进行原来的生态 进行比较少的影响 面对全球环境问题 日吹恶化 未来的建筑 关心的将不仅是建筑物的美感 和实用性 轻建楼房对环境生态的影响 将是规划未来城市 不容再忽视的课题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通讯了 按赞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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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